主播上陣 专业问证城市新声音 从这一跳开启 有多年媒体经验的白乔英 在镜头前显得相当有自信 运用专场投入本次 左南区议员选举 清新形象翻转民众对选举的印象 日前推出竞选广告 艺人分事多角 不仅演技满分 政见更是深入人心 乔英过去有十年媒体记者的经验 我认为说 媒体人走入政治的其中一个好处 是因为媒体人我们的犀利观点 还有我们快横准抓重点的方式跟速度 如果说可以进入议会的话 我相信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代议式 加上之前乔英在当主播 那其实我们当主播的话 是不能带有自己的情绪在播报的 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 所以呢 可以批判可以监督 同时拥有理性批判 和监督的这样的方式 我相信也会为人民带来一个 很好的问证方式 影片中可以看到白乔英化身为观光大使 带观众游走连池坛 下一秒化身为心理资商师 为新婚夫妻做甲午资商 试问两个女儿的妈妈 她格外重视父女保障 以及新婚夫妻的需求 结婚生小孩走入家庭之后 会因为宝宝的诞生 会让夫妻两个关系 可能产生质变 因为会手忙脚乱 也不知道说家事要谁来做 宝宝要谁来照顾 所以呢 因为乔英也自己经历过这一些啦 这些困难 所以也希望说 是不是在宝宝出生之后呢 我们可以找专职的月嫂 可能新生儿一个月内 每周由这个新形态的月嫂 来探望一次 关怀小朋友 有没有什么样的照顾上的需要 或者是帮忙一些家庭维护的整洁 那我觉得这个 让大家生小孩 也会比较轻松一点 在竞选办公室 可以看到画上可爱插图的墙面 仔细一看 墙上清楚地呈现了她的证件 指标性的龙虎塔 象征着对莲池坛观光发展的看重 旁边还有新手父母的 育儿日昌 长辈的安养招呼等 看得出来这次选举 白乔英的证件是有备而来 渐渐命中民众的需要 没有华丽的造势晚会 在这次九合一的选举中 白乔英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她与众不同的风格 记者 萧怡萱 关梦如 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